第110集 更有一个轻尾一直严严实实地将少年拦在身后 只在行动间露出一点非要害之处 双方相聚不过十来丈 对方显然也发现了计划的动作 加快退后的同时 数名弓箭手也立刻上剑对准他 他眸光微闪 动作依旧不为所动 月光忽然从云中露出 天地间亮堂了几分 计划根据露出身体的部分 判断着后面属太子的动作 双方同时发现 一切不过是电光火石之间 护着计划的勤兵闻讯挥剑挡剑 然而剑却不如剑使来得快 有两只露下的剑带着撕裂空气的声音 直直射向计划的胸膛和大腿 计划反手猛然拔起插在泥土里的长剑 不及多想 抬手将逼近胸口的剑势拨飞 剑势带着残余力量 不知射向何处 而另外一只剑 却是结结实实地 刺入了他的大腿 计划咬牙 还是抑制不住地 从牙缝中 祭出一声闷哼 地声骂了一句 大声吼道 赤猴是否还活着 告诉那帮凑蛋玩意儿 蜀太子被谋射杀了 赤猴没有应答 但在混乱的人群中 有人用蜀语大声将计划的意思转达了 计划剑术百步穿扬 这么点距离 他敢肯定自己射到了蜀太子 果然 赤猴将这话转达 蜀军立刻骚动起来 由太子轻微开始混乱 恐慌顿时弥漫了整个蜀军 他们的任务是护住太子 如今太子出事 他们不管打赢了还是打输了 都是死路一条 若是趁着现在 逃到深山里隐姓埋名 还有一线生的希望 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 转眼间 蜀军一窝蜂地往峡谷里窜去 不许逃 逃者杀无赦 蜀军将领急道 怎么都是个死 谁还在乎这个 那将领情急之下 灰剑杀了两个逃跑的兵族 非但没有起到震慑作用 反而让经过他身边的蜀军反抗起来 秦军顺势而上 越战越勇 挥舞割毛 猛烈砍杀 计划酒精沙场 受伤乃是家常便饭 自然知道腿上这一剑 没有伤到要害血脉 随意咬牙将剑拔了出来 剑出的血 发出微弱的一声扑响 他扯了自己腿上的片甲 撕了小腿的裤腿 将伤处紧紧绑上 一蹶一拐地往山谷口去 乱作一团的蜀军都被逼进山谷 骑在一处 犹如砧板上的肉 被秦军迅速宰割 带到一切归于平静 秦军退出峡谷 在谷口喘息片刻 如霜的月色下 忌患仔细地找了找地上的尸体 果然见到方才那名太子轻微 剑簇从咽喉穿过之后 竟直直地钻进了蜀太子的左眼 被破坏挤出的白眼球 泡在暗红的血中 令人作呕 蜀太子嘴唇微颤 发出微弱的呻吟声 却是没有死透 苍白的月光 把蜀太子红白相间的脸 照得诡异 也越发可怜 季患狠狠地吐了一口气 从腰间抽出软剑 闭眼一剑挥着蜀国太子的脖脊 这把鸣剑 是送出一送给他的 削铁如泥 他平素都舍不得用 第一次杀人 却是为了给这少年一个痛快 陶儿 不知道有没有杀镜 要追吗 士族也看见那一剑双雕 再看季患的眼神 无被敬畏 季患看了看漆黑的峡谷 又看了看地上 累累跌跌的尸体 陈爷那片刻说 就算有活口 怕也没剩几个了 不用追 虽说送出一下令全监 但眼前这个地形 实在不怎么适合追杀 万一那些人没有逃 而是躲在黑暗里 恐怕又得损失秦军的一些人马 那些人也不过是想活命而已 只要不把他们逼急了 不会有什么危险 况且看着如山的尸体 估摸蜀军剩下的不过几十人而已 罢了 回去向先生请罪吧 季患叹了口气 这将军活活被踩死了 一个千夫掌耻笑一声 把蜀军将领的尸体 从尸体堆里拖出来 挥剑斩了他的头颅 扒下一身铠甲 即换进一切处置妥当 便说道 点兵 秦军纷纷站起来 站成队伍 由五掌点人 再报给十掌 再到百夫掌千夫掌 不出片刻 便将剩余人数点出来 还余下两千余人 这一仗打得还算利索 季患微微松了口气 拨了一个蜀冰死似的衣物 将蜀太子的头颅包起来 转身说道 休息一刻 一刻之后 没有受伤的人 娶了蜀人马匹返回 是 打了圣仗 众人一扫疲惫 应答声音雄浑 季患命人将蜀太子的头颅 快马加鞭 先送回去 这边峡谷 归于寂静 那边蜀军 却抵死顽抗 赵一楼带兵 追杀蜀军 余下残兵 正与来源的蜀兵 狭路相逢 双方未曾有一刻喘息 立刻又厮杀起来 宋出一将身边 也遣出四百人援助 只留一百人护身 打仗 还是速战速决最好 对于蜀军来说 只要蜀国太子还活着 蜀国就没有破 他们便有坚持的信念 然而这个信念 在与秦军交手两颗之后 突然被摧毁 前方大姐 我军斩杀蜀太子和蜀军大将 赤猴特地用蜀语大喊 说着 便把那从蜀军大将身上 扒下的铠甲 抛向蜀国军阵 暗轻的铠甲 反射耀白的月光 冷光森寒 几乎是瞬间 蜀军的阵势一怂 赵一楼抓住尸击 大吼一声 杀 疲惫的秦军精神一震 以赵一楼为首 化开蜀国阵势 蜀军顿时溃散 接下来 秦军稳战上风 屠戮敌军惨兵 凉风袭袭 东方鱼肚白 朦胧的尘光 照耀着被鲜血 浇灌成新红色的草木 一大片雪原上 血水盈盈点点 折射日光 天边阳光堆积 在云后泛着金橘色 那颜色越来越亮 突然 道道光线 如利芒穿透云层 直射大地 死尸浸泡在血泊里 在尘光雾外之中 显得血气腾腾 峡谷绝壁的至高处 一席悬色 粗不大秀的 瘦削年轻人 盘膝而坐 合着眼睛 微微苍白的面上 视如无风之谈般 平静无波 额前碎发 被山峰微微浮动 挠着他比常人 更饱满的额头 眉心一到一寸左右的伤痕 还泛着淡淡的肉粉色 峡谷上方 乌鸦嘶哑淒厉的叫声 滑布清晨的寂寂 黑衣年轻人 仿佛被惊醒了一般 动了动身子 先生 天亮了 身旁的衣领说道 嗯 他应了一声 林子里传来细细缩缩的声音 百名士兵顿时浑身紧绷 直搁戒备 片刻 见白人的身影窜了出来 纷纷都松了一口气 灰姐 赵一楼喜悦的声音响起 宋初一未曾毁身 只侧了脸勾起唇角 笑得暧昧 某家小心肝儿 好生勇猛 赵一楼脸色 黑中透红 走到他身边蹲下 怒气中又含着关切 听说你受伤了 可好了 宋初一受伤时 他正随着下泉 奉命去供蜀王城 后来也听说 他受了点皮肉伤 因着战事吃紧 他没有时间详细打听 好了 不过留了点小小的后患 宋初一笑着面向他 只一眼 赵一楼便发现 宋初一口中所谓的 小小后患 那消瘦的面旁 没有焦距的眼眸 额头上淡淡的痕迹 一样样都刺入赵一楼心底 痛得他一下子 没喘过气来 本就布满血色的眼睛里 几乎要气血 谁干的 赵一楼哭哑低沉的声音 满是力气 半晌 宋初一并未回应 赵一楼扭头看向伊丽 老人家吓得一哆嗦 立刻小声说道 是 是同物力 你若有心便好好活着 当我的眼睛 宋初一抬手准确地触到赵一楼的脸 在战场上滚打一圈之后的赵一楼 一定更加有男子气概 只可惜他没能看见 好 走吧 与大军会合 秦军在距离战场 五里外的地方扎营 等候计划领兵过来会合 他们不眠不休地追杀蜀太子 已经有两天三夜了 只有随臣携带的干粮果腹 秦国出战时 会给每名兵族配发干粮 有肉干 烙饼 炒熟的米子 但蜀国湿热 肉干和烙饼早已经发霉 剩下的米子 也在昨天早上就吃完了 阳光照耀的草地上 秦军躺得横其树八 若不是喘息起伏的胸膛 当真像是遍地尸体 宋初一坐在水边 眼上覆着黑布 虽然他现在 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但依令还是建议 不要受到外界刺激最好 赵一楼沉着一张俊脸 时不之内 除了宋初一和白刃 无一人敢靠近 你又闹什么别扭啊 你怎么知道我闹别扭 你身上有几根毛 我能不知道啊 有些事情 是不需要看的 等和大军会合之后 我立刻护送你回咸阳巡医 宋初一沉吟片刻 伸手搂住他的肩 凑近他耳边 悄声说道 就依某家小心嘎的意思啊 赵一楼脸色战红 低声怒道 总之这般不正经 以后不许说这三个字 宋初一揉了揉他的脸 烂洋洋地说 嗯 小虫长成大虫了 脾气也渐长了 不过 还是这么招人喜欢 赵一楼气急 闷着头 盯着聚舱锋锋利的剑刃 不见到宋初一的时候 总想着能翻身主动一回 不管是主动调戏 还是气势上处于上风 可是一见面 又到了这个地步 他总是跟着他的步调走 赵一楼无奈 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话题 说好的 过两天就走 宋初一终于也收起了 细血的心思 严肃地说道 降在外 岂能善离职守 你职守军命 都巴蜀参战 说回就回 我才不管什么军命 赵一楼蹭地跳了起来 直直盯着他 张着嘴 却是没有把下半句 说出口 我不管什么军命 只要你好好的 不管就不管 你吼什么呀 宋初一揉了揉耳朵 拍拍身旁的草地 坐着 赵一楼紧紧抿着嘴 坐了过去 他怨自己这么没用 居然胆怯了 他想不明白 在面对千军万马 挥剑杀人的时候 他不仅未曾害怕 反而觉得兴奋 怎么到了宋初一这儿 就变成一副兔子胆了 一楼啊 宋初一摸到他的手 欲中心肠地说 改改你这牛脾气 心平气和 方能长寿久安 宋初一蒙着眼睛的黑布 和每一个摸索的动作 都如针扎在赵一楼的眼睛里 一点点的疼 蔓延到心里 就变得难以承受 他深吸了一口气 负气一般地说道 你若是长寿 我就能久安 不需要心平气和 风轻轻地拂过 弯了宋初一的嘴角 红了 赵一楼的脸 静没了半晌 赵一楼挪动一下脚步 急匆匆地说 我 我去看看 赤猴来了没有 赵一楼是这里最高的将领 之后来的消息 自然是第一个报给他 这么急急逃离 不过是因为羞涩 这事若是给旁人 恐怕不会那么 杀风景地拆穿他 但宋初一 从来都不是寻常人 嘿嘿 脸皮比女孩子还不啊 嫩得都能掐出水来 一旁躺着的秦军 若不是累得连声音都发不出 肯定忍不住哄堂大笑 不过赵一楼在战场上的胸狠 声猛 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自不会觉得他像女娃子 也有人敲声地议论 哎 你说都尉和军师 是什么关系啊 咱们都尉性质是什么呀 不知道 反正不是松 大概 是稳静之交吧 都尉不是说了吗 若是军师活着 他才能好好活着 嗯 真是兄弟情深啊 赵一楼在两张之外 猛地停住脚步 回身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 两人被瞪得寒毛直竖 心想 这耳朵可真赶得上白刃了 对 大多数人都是躺着的 急急赶来的赤猴 一眼便看见了赵一楼 跟我来 赵一楼往远处的河边走去 赤猴立刻跟了上去 说 病都尉 前方我军大败输军 但屠物力 正带着残兵往这边逃 人数大约在两千左右 距离此处还有十三里路 屠物力 赵一楼盯着赤猴 咬牙问道 突然迸发的煞气 把赤猴吓了一跳 是 善 赵一楼紧紧握着聚舱 继续关注徒弟动向 随时来报 嗨 赤猴领命 转身拔腿就跑 赵一楼看了远处 一人一郎一眼 来人 属下在 最近的两名千夫长 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 大步走到赵一楼面前 点兵准备 伏击蜀军残兵 是 赵一楼吩咐完 便走向宋厨医 何事 宋厨医听见熟悉的脚步声 开口问道 蜀军残兵逃往这里 正准备引兵收尾 赵一楼尽可能地放松语气 是图屋里带兵吧 回答她的是沉默 我说过 你身上有几根毛 我一惊二楚 不要意气用事 一楼 宋厨医说得认真 赵一楼闽唇不语 她对那图污吏 恨之入骨 不亲手杀了她 不能解恨 她这样恨 不仅仅是因为 在乎宋厨医 那一双平静无波的眼眸 无论是意气风发时 亦或是懒散无赖 都那样的 令她安心 游记得出于宋厨医的那段时间 她将一个果子递还给她 笑容温和 目光淡淡 她说 一楼听风雨 淡看江湖路 赵一楼 不会有人明白 她对那一刻多么眷恋 可是眼下 那个无赖般的女子 眼负黑布 整整遮了半张脸 再也不能那样望着她 调笑时 也少了往日的灵动 她岂能善罢甘休 赵一楼经历过无数苦难 多次命悬一线 然而迄今为止 最恨的 却是赵国和图污吏 我答应你 不会意气用事 不会意气用事 却未说放弃报复 宋厨听出这话里的意思 她并未揭穿 只要这样就够了 感谢观看